你写的什么呀 直接写感情破裂不就行了吗 没有爱过 怎么破裂 你什么有病啊 几个常规问题啊 双方是否都具备行为能力 是 离婚是否是双方自愿 是 子女问题是否是 没孩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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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请二位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夫妻双方财产是否分割的 是 你们真的就不能把问题听完吗 不好意思 您继续 如果有一方生活确实遇到了困难 双方是否就经济帮助问题 达成协议 支付方法是否妥当 不是 不妥当就 就不能离婚吗 登记完之后 有三十天冷静期 你们知道吧 那个这样 您也别说了 直接把表哥给我们就行了 你们二位很熟悉离婚流程啊 是第一次来离婚吗 不是 请二位去那边填起一下表哥 好 好 谢谢 你干嘛呀 非给工作人员过去干嘛呀 要你管 来 我就知道你一填表就写错了 填错怎么了 又不影响 影响大了 错了人家不给你办手续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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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 这不是 离婚原因写什么 感情破裂 还有别的原因吗 你想写什么呀 我想写的就是实事求是啊 就比如就是 就是 你为什么那么想离婚呢 就是感情破裂 你爱过我吗 恶不恶心啊你 行 知道了 就是没爱过 随便你这么想 是吗 你写的什么呀 直接写感情破裂不就行了吗 没有爱过 怎么破裂 你不是 你什么有病 向着店之后过来取车 别忘了 忘不了 忘不了 那个 回头你把车开走吧 不用了 反正我也开不了 行 闹什么 雨停了再走吧 没事 没事儿 也没那么大 经历风雨 也有躲避的高温 一路可可斑斑 停停散散 生命有太多的曲折 何必去计较对错 何必去计较对错 我 哪怕叹息之间 心里便是值得 我 平时的的福音 很多人 都在乱 每天都在乱 第一个人 什么都在乱 都在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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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在乱